异性交往时,男人最想聊的就是这种女人,跟外貌和身材无关。 尖家苍苍,白鹿为双,所谓宜人,在水一方,数回从之,倒足且藏,数有从之,万载随中央。 这是经典的古诗《尖家》中的一段,讲述的是一种对异中人深深的倾慕,却始终求而不得的情感。 这种心爱的人好像近在眼前,却又始终无法得到他的感觉。 远比两个人相恋的智慧更加让男人心中悸动。 有人说爱情最美好的阶段就是暧昧的时候,因为在这个阶段,两个人互相的撩,那种甜蜜和幸福是最为独特的。 可对于男人来说,最想要撩的或者是最爱的永远都只有这一种女人。 天底下的男人千千万,可能喜欢的女人类型各不相同,但是一旦遇到以下这种类型,都只会将自己注意力放在他身上。 这类女人往往具有以下四个特点。 一,有格局。 有一句话叫做,格局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高度。 这其实是很有道理的,格局就是一个人对事物的认知范围,每个人对每件事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认知,这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格局。 格局小的女人看待一件事,就总是会用自己狭隘的认知,只看到这件事的坏处,而从来对好处视而不见。 格局大的女人看待同一件事,就会用更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待,把事情的利弊都看在眼里,然后再以一种正确的态度去对待。 没有男人会喜欢小家子气的女人,这种大气风范才是男人的最爱。 二,有内涵。 女人的魅力来自于外表和内涵,但是外表的魅力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降低,但是内涵的魅力却会越来越强。 一个女人有没有内涵,从她的为人处事,言行举止都可以看得出来,自然不是去敌厅酒吧就是没有内涵的表现,但是整天只知道去敌厅酒吧,那真的就是跟有内涵挂不上多大的鞭。 为什么古代的女子无差便死得,观念会在后来被淘汰,就是因为没有内涵,在该有浪漫和风情的时候,只会不解风情。 三,有实力。 如果你要问我最美丽的女人是什么样,那我一定会回答你,最美丽的女人就是独立自主,有实力的女人。 一个女人如果离开了父母的男人,连自己都无法养活的话,那她在任何男人眼里不会是一个发光的存在。 与之相反的是,如果一个女人非常有实力,甚至能够达到财务自由这样的境界,那她所能遇到的也会是非常强大的男人。 现在有一些女人找男人,就想找钻石王老五,可她殊不知想要得到钻石王老五的爱情,前提是自己也要有一定的实力,否则就算结婚了,两个人本来也只会交流越来越少,因为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。 4. 见过世面 见识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品质,去过更多的地方,见过更多的世面,经历过更多的风雨,会历练出一个人的精神气。 从没有走出去过,一直都待在自己的生活熟食圈子的人,就是把自己圈了在一个小小的天地间,没见过更广阔的天地,又怎么能有更广阔的见识。 4. 有见识的女人身上会有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气质,这种气质对于男人有着异样的吸引力,让她始终有着一种想要探究你的神秘的好奇心。 好奇心不一定会害时髦,但一定会让男人痴迷不已。 萨斯比亚有一句经典名言,女人是用嗷夺恋爱的,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,却是用眼睛来恋爱。 所以男人最爱的始终是有格局,有内涵,有实力和见过世面的女人,因为这就是最吸引男人目光的四种特质。